大家早安 我是陳紹偉 歡迎收看星期五早上的天氣報告 今早早在清水灣看見日出 今天雲糧不算多 預計日間陽光充沛 提醒大家 酷熱天氣警告信號現證生效 今天我們預計最高的紫外線指數 亦會上升至十一 一個極高的水平 如果大家今天戶外工作活動 都要做足防暑和防曬的措施 我們看看五月份 酷熱天氣持續 我們有九個天氣記錄 都是在五月份打破了 今天六月一日 我們預計稍後會沒有那麼熱 因為現在影響中國東南元朗的東風 會在今天稍後抵達元朗地區 廣東元朗地區受東風影響的時候 多雲和有機會有幾陣遮雨 便變得天氣會沒有那麼熱 我們一齊仔細看今天的天氣預測 預計會大致天程 天氣是酷熱 市區最高的氣溫會上升至三十四度 而新隔有機會再升一兩度 稍後東風來到的時候 我們會有機會轉多些雲和有幾陣的趙雨 亦會有一兩陣的雷暴 由現在的吹微風會漸轉 吹和喚至清靜的偏東風 我們亦只望周末星期六日 東風仍然持續影響著我們 所以天氣會多些雲和有些趙雨 而到下星期看到大部份日子 都是多雲和有雨的天氣 因爲我們在衛星雲圖也見到 香港這個位置 我們遠一點看看 在南海有一些厚實的雲團 我們預計這些厚實的雲團 會在下星期慢慢北台 以及有機會影響南海北部 以及廣東元朗地區 亦有機會下星期有些低壓區 在南海發展 為我們這個區域帶來一些不穩定的天氣 所以大家要留意下星期的天氣變化 今節的天氣先說到這裡 祝大家周末愉快